达仁香土板国小5月14号要受邀到高雄卫武营表演厅联合展演 但由于路程很遥远 校方的参旅经费有限 而来自桃园的圆梦爱心关怀协会 特别捐赠10万块钱给土板国小 协助学校可以顺利前往演出 让更多人可以听见排湾族的传统音乐文化 重点是要抓到猎物 对 聪明 令人知道小朋友如何制作陷阱 来自桃园市的圆梦爱心关怀协会 来到达仁香土板部落进行城乡交流 也特别捐赠10万元给土板国小 作为5月14日受邀到高雄卫武营表演厅大合唱的参旅费用 在假日出门 那他也碰到要住宿的问题 所以目前这样还是有一些需求 就是在我们的经费上 就是住宿啊 然后游览车交通 可以成行的话是很棒啊 还是把这个他们的歌谣的 排湾族的歌谣排湾族的文化 展现给那个高雄的朋友看 今年的老游共学大手前小手歌唱比赛 土板文件站和土板国小的合作 荣获第一名的成绩 也一同收邀前往演出 土板文件站长者也加紧练习 希望展现完美的演出 那个是人家的梦寐以求的舞台 能够被邀请过去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 我们也是很珍惜 希望你借着这个机会把我们文件上的 老人家的鼓调能够带出去 让所有的人来听听我们的 原住民的鼓调多么好听的旋律 严正英校长表示 这次受邀透过连演的方式 站在国家级的舞台上演出 带给学童难得的机会体验 希望用完美的演出 让更多人听见排湾族的传统音乐文化 这种解大人想不到